第三百一十三集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墨景浩不解地反问 好多人都想知道皇上跟我说了什么 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好奇 龙玄影嬉笑着退回他身旁 父皇会特地支开我跟其他人 就是不希望我们知道 他摸了摸他的脑袋 摇头失笑道 别把他当负担 有人问到你 你就当不知道就好 装傻冲愣 你不是最擅长 他扁嘴 布满地轻垂了他一下 哼 少污蔑我 难道不是 相府大小姐曾经风鸣远扬 认识他之前 他已经从皇府城那儿 听到太多关于他的传闻 当然不是了 好 你说不是便不是 这还差不多 他朝他扮了个鬼俩 完全没意识到 自己越来越习惯向他撒娇 墨景浩对他这种变化 看在眼里 虽然没表现出来 但心里却是高兴的 墨景浩 你这样说 其实已经猜到你父皇 对我说了什么 皇后都能猜到 聪明如他 怎么可能猜不到 猜到 也不可能知道答案 好吧 那你父皇今天怎么样了 岳主说要找药草 能找齐吗 万一皇上有个三长两短 他别想有好日子过了 他可是期盼皇上早日康复 好卸下肩上的重担 没起做 而且在一天 岳主怎么可能那么快 找起药草 好了 还有什么话明儿再聊 进去休息 他撇了撇嘴 在他紧迫盯人之下 只能磨蹭着转身 可吃饱喝足后的他 一点都不困 小姐 娄选刚转身 田儿的声音就在身后响起 他双眼一亮 迅速又转回了身 田儿 什么事 他边说着 人已经朝田儿跑了过去 田儿胆怯地看了墨景浩一眼 朝他扶了扶身子 奴婢见过王爷 小姐 田儿已经给你准备了花瓣 还有好多香料 想等小姐吃完饭 回去泡澡的 可小姐 你今晚住永轩院 田儿 田儿怕被王爷听到 小声地询问 太好了 我要去泡澡 他一听 乐不可知 撒腿就往外跑 墨景浩叹了口气 他这是精力旺盛 完全没有休息的打算 但他也无奈 只能游他去 翠竹园里 房里水汽缭绕 娄选影泡在 玉桶里细水 田儿不停地 往他身上洒花瓣 笑闹声不断 香炉里燃着香料 空气中 弥漫着浓郁的花香 渐渐地 田儿觉得 脑袋有些晕眩 他起初没在意 甩了甩头 又继续洒花瓣 然而 不久后 他发现眼前 越来越模糊 嘴里哼着小曲儿 不停往自己身上 泼水的楼旋影 并没有注意到 身后田儿的变化 田儿 有点热水 未等他把话说完 身后 突然传来了 轰然的倒地声 他迅速转身 就看到田儿 失去意识 倒在了玉桶旁 田儿 田儿 你怎么了 别吓我 他刚要从玉桶中 站起来去查看 一名黑衣人破窗而入 吓得他尖叫出声 嗖的一声 数把暗器 从门纸上穿透而入 全都朝黑衣人的 要害射过去 黑衣人还未来得及 靠近楼旋影 就已经倒地身亡 房门被撞开 白色身影飞掠而入 一把将 玉桶中的他 捞了起来 与此同时 披风裹在他身上 将他围得严实 可他的尖叫声 仍然震耳欲聋 闭嘴 墨警号被他的尖叫声 吵得头疼 很想立刻堵住他的嘴 窗外打斗声成片 期间又有两名黑衣人 跳窗进来 白左暗怨 墨警号喊了他们后 在黑衣人攻向他时 抱住楼旋影 施展轻弓 飞上了屋顶 离开了翠竹园 哎 等等 天儿还在那里 别担心 他只是中了迷魂箱 晕过去而已 白色暗夜会保护他 墨警号 一路将他抱进永轩院 刚进门 他就挣扎着 从他怀里跳了出来 他没穿衣服 全身上下 只裹了件薄薄的披风 刚泡了澡 身子没擦 披风贴在他身上 将他的身形 全都映衬了出来 被他抱在怀里 他越发觉得尴尬 他的脸红扑扑的 紧紧扯住身上 唯一一件 逼体衣物 难得见到他害羞的模样 墨警号越看 嘴角的弧度越明显 笑毛笑 不许笑 快点出去 我要穿衣服 他羞怒的呵斥 被他笑得心里直发毛 他的眼神几乎让他以为 自己此刻是全身 光溜溜地在他面前 怕他恼羞成怒 更怕自己再对着他 会把持不住 他果真背过身 往屏风外走 而他则迅速打开衣橱 随意拿了套衣裙 手忙脚乱地穿上 等穿妥衣服 他一颗窘迫的心 总算安定下来 可一想起刚才 他冲进来 拎起全身赤裸的 自己那一幕 他的脸又开始烧烫起来 他深吸口气 脸甩了几下脑袋 才使自己平息下来 他走出屏风 给自己倒了杯凉水 灌下去 才压住脸上的燥热 一转头 看到他灼热目光下 那似笑非笑的表情 他不悦地朝他瞪过去 墨景浩 说 你刚才 什么都没看到 对不对 墨景浩轻壳了声 不敢当着他的面笑出来 可眼里 却是止不住的笑意 忍了半天 终于决定 诚实地告诉他 刚才 该砍不该砍的 都砍光了 你 他差点没忍住 扑上去 对他拳打脚踢一番 可他知道 要是他眼下扑过去 无异于 扬入虎口 害羞 我完全可以对你负责 你若点头 我随时可以娶你 滚 考察不合格 不嫁 我要睡了 你可以滚了 还有 要是田儿受了半点伤 你以后 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说完 他气呼呼地往里屋走 再也不想搭理他 墨景浩靠墙而立 双手还胸 看着坐在床上 背对他这方向的塌道 今晚这事 你该猜到是谁做的 楼轩也缓缓转过身 看向他 不确定地问 真的又是安吉尔 嗯 之前 你一直未表态 其实上次 在他引你入陷阱时 我就想杀他了 警王府不会再留他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墨景浩 既然你早就怀疑他了 我们离开那段日子 你肯定有派人盯着他 对吧 他都做了什么 我啊 就要 对我来问他 我来问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